进入第三天我们看到玉龙严凯泰再度现身 由于周末两天包括对手和自家业绩都相当不错 所以他说车市业绩来了 那么整个春天也快到了 同时在尾牙不排除也会送出汽车大奖 尾牙最大奖是什么 U6吗 那大家有可能 那我会把U6举起来 玉龙集团董事长严凯泰首都松口 尾牙最大奖不排除加码抽汽车 听得出来年底车市 有多热 从它上市到现在 有出乎我们的意料的消费者给我们很多肯定 我们非常感谢 那在我们另外一个厂 Centra那部分也还有不错的表现 车展开跑 业绩出乎预料 旗下玉龙日产 周末两天就卖出150辆 对手和泰车缴出200辆成绩单 日系马自达优惠奏效 也有110辆的订单进账 春天啊 春天常常从我们眼睛飞又飞过去了 又飞回来又飞过去 40上下吧 如果你认为40是个春天 那就是春天吧 车市春宴报道 颜凯泰两个月之内 公开露面六次猩猩喊话 车展更是几乎甜甜报道 亲自评业绩 你逛这个车展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好像很多 好像有很多跑车还蛮漂亮的 我不太敢 你们都跟着我跑 我都不太敢过去看 小时候你们走以后 我好好要去看一下 我可能还建议 这个主办单位可能要扩大一点 可能要搞两个场馆 否则好像越来越不够用的感觉 每天在车展啪啪噪 堪称是最Good like的车商董事长 颜凯泰甚至说摊位太小不够用 建议车展应该要另辟展馆 都听得出来对明年车市市信心满满 东四谈新闻 夜总能称温堂 台北报道